小程序页面上面用的数据应该在它的Data里面 在注册页面的Page这个函数里面可以添加一个Data 里面可以包含页面需要的一些数据 比如这里我们先去添加一个Header 它的值是一个对象 里面再去添加一个Content的数型 它的值是一个Views 在页面的试图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绑定输出页面的Data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在这个Text的组件里面 我们先去掉这个精彩文字 然后在这里面再去绑定一个动态的数据 先用两组花括号 在它里面可以去做一些运算 这里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一个Header 下面的Content 这个页面上会显示一个Views 这个数据就是来自页面的Data这个对象 这种绑定也可以用在组件的属性的上面 在这个Header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Class 对应的值是Header 然后去掉Text的组件上面的Class属性里面的值 在这个双引号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两组花括号 给它绑定一个Header的Class 现在这个页面上试图上面显示的文字 还有它上面应用的类 都是来自页面的这个初始化的数据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小程序里面 动态地去设置这些数据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再调试这里打开AppData这个面板 这里显示的就是当前页面上面的一些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Header 它里面会有一个Content 还有一个Class 在绑定数据用的这两组花括号里面 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运算 比如说在这个标题内容的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字符串 加上一个表题这个前缀 这里我们还可以这样去判断一下 Header的Content 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的话就显示一个HeaderContent 如果Header里面的Content没有内容的话 就显示一个无表题 现在页面上会显示一个Views 我们再去掉这个Header里面的Content 这样这个页面上就会显示一个 无表题